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昨天呢,我們有給各位一個 呃...贈獎活動嘛 就是說,請大家分享那個我的動態 然後分享到你的LINE的動態去的話呢 我就會給各位下一段影片 那昨天給的贈品是說 我觀察到過去一年來 我收了250多個學員 那這250多個學員呢 帶給我很多啟發 為什麼呢?就是 會成功的人跟會失敗的人 他其實中間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處事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那從這250幾個學員裡面 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來 哪些人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也就是說有成功特質的人 他具備哪些特質 這個是在昨天我給大家的贈品裡面 這個密碼頁面我有講到的 那如果你沒有看到那個那篇文章的話 因為那個文章我有索密嘛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呢 你再回覆我一下 我再告訴你怎麼樣才可以看到那篇文章 然後呢 如果我那篇文章後來也寫到嘛 就是說我昨天有講 如果說你想知道 那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呢? 失敗的原因其實歸納起來 其實也只有一個原因很很簡單的一個原因就是 就是比你優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比你優秀的人比你更努力 就這麼簡單 如果說每個人都一樣努力的話 可是他比你優秀 那他贏過你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這是比較沒有爭議性的 那問題是 如果說 你沒有別人優秀 你沒有你的競爭對手那麼優秀 可是你又不努力 那你肯定輸啊 肯定是輸的啊 所以最可怕的事情就是 比你優秀的人比你還要努力 那你要不要努力? 當然要啊 如果你不努力的話 你就不可能變成優秀 如果你不優秀的話 你又再不努力 那你根本連機會都沒有 你永遠只能在底下 永遠沒有辦法往上進步 往上攀升 那我過去做哪些努力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大概描述一下 我過去做一些事情 那假設說 當然不見得說 我做的每件事情 你都一定要做 只是說 我覺得 這些事情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一個分享 就是 我以前 曾經 就是以前在賣那個伺服器的時候 我有過一個 一個經驗 就是 我今天拿了 別人 我去經銷別人的產品 那經銷別人的產品 有一個 我個人覺得 做了那幾年下來 有一個 比較好的感覺 跟一個不好的感覺 我都分享給你聽 比較好的感覺就是 因為產品不是我自己開發的 所以呢 我就是去批貨嘛 然後 拿人家的東西 來賣 那 我是有把它修改成 等於說 請別人幫我代工 然後我把它改成我自己的logo 自己的品牌 那 好處就是說 我這個品牌打起來之後 別人要買的時候 會來找我買 那 壞處是說 因為它是代 這個東西是代工的 可是 明眼人都看得出來 這個東西的原廠是誰做的 也就是說 如果是我的同業的話 他們說是內行人 內行人 他們會看得出來 這個產品是 是由哪一個原廠 哪一個開發商 去製造出來的 所以 後來我的同業競爭 就越來越嚴重 因為 本來跟我買東西的 這些同業呢 資訊業同業呢 他們發現 這個產品是 誰去開發出來的 之後就跳過我 然後直接去跟他買 那變成 我自己培養了很多 我的競爭對手 可能第一次跟我買 之後就不跟我買了 而且 之後呢 反而變成我的競爭對手 因為我們的客戶都是end user 都是一般的企業 公司 中小企業 那這種現象 到後來 變成一個 紅海 本來是藍海市場變成紅海 因為剛開始做的時候 2003年剛開始做的時候呢 全台灣大概只有三四家公司 做這樣子的產品 競爭算很少的 可是到了後來 賣了大概三四年之後呢 慢慢有了一些知名度 越來越多同行跑進來做 那分死這塊大餅之後 藍海就變成紅海了 利潤就變得很差 那那個時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我就算再怎麼努力 可是 東西如果沒有差異化 跟別人一樣的時候 那就算我再怎麼努力 我的業績還是有限 因為到後來為什麼 因為大家會殺價競爭 大家會殺價競爭 那一旦你的產品 沒有什麼差異化的時候 因為開發商是同一個 原廠是同一個 那 那 你 東西跟別人就沒有差異化了 只有logo不一樣 那他的logo跟我的logo長得不一樣 可是 內容物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就沒有差異化了 那明年人都看得出來 結果大家就會消價競爭 那一旦消價競爭 產品沒有差異化 你的價格就不能拉上來 所以大家都要比價格 比低價 那一旦比低價你就沒有利潤啊 那這個產業我就不想做了 那後來我在想說 怎麼樣才可以去樹立自己的個人品牌 或是樹立自己的公司品牌 那如果要做出公司品牌的話呢 這個差異化其實是比較傷成本的 就是成本可能要下比較重 可是如果做個人品牌的話呢 是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 很簡單呢 因為上帝造人讓每一個人本來就長得不一樣 然後呢 每一個人的口才也不一樣 每一個人長相外觀不一樣 那每一個人的知識水準涵養也不一樣 性格也不一樣 所以呢 如果你是做個人品牌的話 它是很容易跟別人做出區隔的 即使是我們在同一個產業 譬如說你今天教英文 你教英文的方式 跟別人教英文的方式 絕對不一樣 每個人有每個人自己的性格 自己的style 你是什麼樣子的人 那每個人都可以不一樣 那你要做公司品牌差異化的話呢 你就要整體很多東西都必須要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對我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從個人品牌著手 所以那時候剛開始我就做了一個部落格 部落格就叫 流奶爸的網路創業私密日記 那 剛開始我就梳立了一個流奶爸的這個外號 那這個部落格原由就是因為 我剛開始2003年創業的時候 我的小朋友剛出生 所以我幫自己取了一個外號叫流奶爸 那這個外號呢 我是從2010年的時候 2010年的時候 我為了寫這個部落格 然後才開始想到這個外號 所以這個外號呢 第一 他別人不容易有跟我相同的名稱 所以 搜尋流奶爸的時候就很容易 第一筆一定是我的 一定是找到我 至少在台灣一定是找到我的 所以我梳立的第一個品牌 就是流奶爸這個名稱 然後呢 我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讓這個部落格慢慢的 越來越豐富 那如果做網路行銷一段時間 你一定知道 搜尋引擎優化這個東西 就是SEO 這個東西非常重要 為什麼它很重要呢 今天我們要希望你的商品 或是你的網站 你的品牌要曝光 大部分都是從什麼管道 第一個 最快的方法 花錢買廣告 比如說 Google的關鍵字廣告 或是 臉書的廣告 針對搜尋主群來打廣告 那第二個方 第二個方式是什麼 第二個方式就是 免費的方式 被人家搜尋到 免費方式被人家搜尋到 就是你的SEO做得好不好 那部落格本身有一個特性 就是SEO的架構 架構得很好 它不用再針對 這個城市做什麼更動的設計 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好了 什麼事 就是努力去充實你的部落格的內容 努力充實部落格的內容就好了 所以我在2010年開始之後呢 我就一直在想 我要怎麼樣去寫故事 怎麼樣在部落格寫故事 所以我才開始寫創業日記 從我剛開始發現產品 去逛世貓展覽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商品 然後去成為經銷商代理商 然後開始進貨 然後開始去嫁網站找客戶 等等的這些故事呢 我寫了五六十篇 在這個瀏覽Bud 網路創業私密日記裡面 所以呢 後來搜尋瀏覽Bud 這三個字就可以找到我的部落格 那目前文章已經累積到 大概500篇左右 那後來在2012年之後 我開始從事網路行銷的教育工作 當講師 然後教課 然後現在目前是在線上做線上課程 所以這一路走來 我做了很多事情 這些事情大部分都是充實部落格內容 那充實部落格內容 用SEO就會容易做得比較好 就會容易被搜尋到 那SEO只要做得好的話 最大好處就是 你不用花太多廣告費 還是有人會找到你 就算我完全都沒有在臉書打廣告 完全沒有打Google AdWords的廣告的話呢 還是有人會找到我 這就是最大的好處 那我做了幾件事 就是在2006年開始 YouTube 2009年比較多人用YouTube之後 那我也開始在YouTube上面上傳很多影片 然後一直到2012年之後呢 我就比較積極的上傳更多教學影片 那這些教學影片在YouTube也已經有大概300多片左右吧 那YouTube帶來的流量啊 帶來的實際科目啊 大概佔了60% 這是讓我蠻驚訝的一點 這也是在過去這一年來 250多個學員裡面 我去調查出來的結果 很多人是因為在YouTube看到 你現在可能看到這個網路行銷的影片教學 然後認識我的 然後我在YouTube上面這些影片呢 我不只是把這些影片放在YouTube而已 我還把這些影片直接潛入到我的部落格裡面去 潛入到部落格裡面去 然後呢 我把這些部落格的文章跟影片呢 用Light at或者是用電子郵件發送給我說的訂閱者 這些名單粉絲上面 那他們呢 我給他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呢 並不是直接連到YouTube的網站去 而是直接連到我的部落格網址 所以連到我的部落格網址之後呢 就會看到這些影片的內容 那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我要連到部落格網址 而不是連到YouTube的網址呢 因為 我要創造的是我的部落格的流量 如果你連接到YouTube的網址去呢 那人家會看到YouTube的 流量就直接做到YouTube上面去了 而不是做到我自己的 部落格的網址 不是到我部落格的網站 那如果到部落格網站去的話 在SEO裡面 搜尋情優化裡面 有一個蠻重要的關鍵就是 你的網站的流量要大 如果你的網站流量比別人大的話 那你被搜尋的激勵就會越高 所以我寧願 把那個YouTube的影片 先遷入到自己的部落格裡面去 然後再把部落格的網址曝光給我 所有的粉絲 這是一個很大的重點 然後呢 我的部落格在右邊 還有一個訂閱的框框 訂閱的欄位 就是只要 網路上的訪客看到這個部落格 他覺得這個文章不錯的話 他可以直接在右上角 填寫他的電子郵件訂閱 然後只要我有發佈新的部落格的文章的時候 那這個有訂閱的人呢 他們就會直接收到電子郵件說 欸!流奶爸有新的文章發佈囉 趕快過來看 所以目前也已經有七八百個人訂閱了 所以呢 我的LINE AT目前有大概五千人 五千人訂閱 然後我的 電子郵件大概兩千多個名單 然後再加上 我的那個部落格有七百多個訂閱者 所以這樣加一加也好幾千個訂閱者 我們簡單把它講成粉絲好了 那大概幾千個粉絲裡面 只要我有新的文章發佈的時候 我就可以直接發佈出去 讓這幾千個粉絲可以看得到 那這個就是自媒體的力量 也就是說 即使我今天不打廣告 今天不買任何廣告 我只要有訊息一發出的時候 至少有好幾千個人可以看見 那這幾千個人裡面呢 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是我的客戶 而是呢 這幾千個人他們是持續關注我的人 那持續關注我的人 他有分成免費訂閱的族群 還有已經付費的客戶群 那這些免費訂閱的族群呢 他們其實有一個效果 雖然他們沒有付費 但是他們有一個效果 就是他們有一個傳播的效應 所以傳播效應就是 他們可以幫我分享 讓更多人知道 那也許他的朋友 有需求 他就會跟我買產品 跟我買服務 買課程 這個就是 免費 即使是 即使是 沒有付費的客戶 他也能夠帶給你很好的效益 然後由於這個blog呢 寫了一段時間了 所以呢 也有接著連續的很多效應發生 包括去演講 華人講師聯盟演講 或者是其他學校單位的演講 演講就是增加知名度 曝光度嘛 然後還有TVBS的新聞專訪 還有這個 飢風出版社來找我出書 這些都是寫blog之後 額外出來的效應 所以很多人在講說 很多人問說 哪怕那個blog現在還有需要經營嗎 因為這個是過時的媒體 你覺得這是過時的媒體嗎 其實不是 臉書雖然出來之後 還有Line出來之後 微信出來之後 有很多企業或者是很多創業家 他們會覺得 那個新的媒體一定是 可能會比較管用 但是 這觀念其實是 有點偏差 觀念其實是有點偏差 因為 你要怎麼樣去展現你的 content 你的內容 還有你 你的思想 你腦袋裡面的東西 你覺得說 我全部都把它放在 放在那個臉書上面 粉絲團做經營 這樣就夠了嗎 或者是我純粹用微信 或者是用Line去發送 這樣就夠了嗎 其實這個都不夠 為什麼啊 因為你放在臉書 或放在Line上面 搜尋不到 搜尋引擎找不到 也就是 你今天如果 沒有把你的資料放在 部落格 或放在你的官方網站的話 搜尋引擎找不到你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你的新的客戶 看不到你的歷史資料 新的客戶看不到你的歷史資料 假設以前有follow你一段時間的人 你持續在發送電子郵件 或者是你持續在發送臉書的訊息 可是 新的客戶呢 他要去看你的過往紀錄 過往的見證 或是過去你曾經做過的事情 他查不到 他查不到 臉書還比較好查 就是他可以翻閱 但是他沒有經過整理 很難 很難去這樣 把你的過往紀錄全部看完 那如果是自己的網站 或是自己的blog 你才有辦法做到這種事情 而且 整理的條理分明 人家才會去看 而且 容易表達你自己曾經的輝煌紀錄 那這些輝煌紀錄 其實都是當成 你呈現給陌生客戶的印象 加分的印象 假設你沒有一個自己的blog 沒有自己的網站的話 那就會變得非常的零碎 人家對你的印象會變得非常的片面 那你要增加客戶對你的信任感 其實是有難度的 所以 盡量去把自己的過往紀錄 歷史紀錄呢 放在你的自我介紹區 blog的自我介紹區 那我也因為這樣子 有很多單位 或者是一些媒體曝光的廣播的 那來找我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先看到我的文章 然後我的文章 大部分都是針對網路行銷的一些 或是網路創業的一些資訊 那他們覺得說 OK這個 專業方面認可 OK了 那自我介紹的部分呢 他們會很好奇 就是會 看完了專業的呈現 還會再去看我的自我介紹區 然後看到 我過去的哪些紀錄 哪些照片 哪些歷史 哪些影片紀錄 全部都在上面看得到 所以看完之後 他們就會打電話來找我 或者是寫email的找我 或者是在臉書上留言給我 反正 只要能夠跟他們溝通的管道 只要能夠跟我溝通的管道 我都會留在我的blog上面 那還有我的官方網站也都找得到 所以這個才是自媒體真正的力量 如果你不把這些blog充實好 或者是你的官方網站充實好的話 那別人要找你其實是很空洞 抓不到你的重心的 所以我說失敗原因其實只有一個 那就是比你優秀的人 比你更努力 如果你今天想要從事一個行業 那這個行業裡面呢 你必須先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先把你這個行業裡面的一個 你比較尊敬的對象 你先把它當成你的模仿的目標 那如果你能夠做到跟它一樣的話 你就可以再設定更高的目標 如果你超越它的話 你就再設定更高的目標 找到一個更值得模仿的對象去做學習 那如果你喜歡 你覺得它是你的目標 可是你要先觀察一下 你要怎麼去模仿它 你要先觀察一下對方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那你看我做了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 光是一個blog 就有很多內容可以去做發揮 我剛剛講了這麼多東西 包含去做影片 包含去寫文章 去架設這個blog 每天去更新文章 或者是每個禮拜去更新文章 這些事情如果你都沒有去做 那你覺得你成功的機率有多少 那我是已經做得很熟練了 可是我還是很努力 幾乎每隔兩天 甚至是每天 我都至少做一件更新網站的事情 更新網站 更新臉書 更新blog 去更新我的影片 我都已經很努力的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競爭對手 一個比較值得模仿的對象 設成你的目標的時候 那你要去觀察 對方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對方在網路行銷上面做了哪些努力 那你就必須集起直追 集起直追 直到你追上他為止 否則的話呢 你不可能去凌駕他 不可能去超越他 所以呢 如果你夠努力 你就會越來越優秀 如果你越來越優秀 然後再繼續努力 你就一定可以超越你的競爭對手